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个与人的经历很有关系 本性的丑恶面表露无谓 生存这个时代的孙子 于是就提出了 和传统瑜伽不同的人性论 孙子认为 人之性恶 其善者毅也 意思就是说 人的本性是邪恶的 他们善良的行为是人为的 毅 言则众人之性 信人之情 既然这样 放纵人的本性 信住人的情欲发展 仲 放纵 必出于争夺 合于泛民乱理 而归于暴 就一定会出现 增强掠夺 一定会出现 违反例 妖乱法道的行为 而最终引起暴乱 因为人性恶 人自然不会 好像孟子所说 具有内在的道德规范 做事当然不会自律 所以孙子认为 要有外在的规范 来制行人的行为 而这些规范就叫做礼 有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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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故别像有司法之化 礼仪之道 所以一定要有司长 和法道的教化 礼仪的引导 然后出于词让 合于文理 然后大家自会从 推辞遜阳出法 遵守礼仪法道 而归于智 而最终达至安定太平 礼是孔子以来瑜伽的传统 孙子不单继承了这种传统 而且还有更具体 更深入的展述 孙子所说的礼 包括了天地 生死的制制 日常生活的规矩 军事和国家的制度 简而言之 大凡人的生活规范 都包括在内 人性是恶的 要改变人的行为 就要经过一些人为的努力 一个人要改变 学习就非常重要 所以孙子开宗明义就说 学不可以已 意思就是说 学习是不能停止的 孙子认为求学修得 要点点滴滴 经年累月累积才有成果 有的 積土成山 风雨轻然 居積泥土成山幽 风雨就是在山中兴起 積水成渊 蛟龙生猿 回集水流成为渊责 蛟龙就是在渊中产生 積善成德 神明智德 性心秘言 積累善行 成为德行高尚的人 自然有聪明睿智 具备圣言的心怀 故不即溃步 無要至千里 所以不半步半步的積累 就不能够达到千里之外 溃半步 不即小流 无以成江海 不积累每一条小小的水流 就不能够汇集成浩瀚的大江大海 所以大家求学的时候 不要只是看一两本书就算了 我们应该多读书 积累知识 申指认为不单要多读书 而且要答答实实 好好地读好每一本书 通达其中的道理 而在学习的过程之中 我们要虚心、专注 还要有蝎而不捨的精神 这样才有得着 蝎而写枝 扭木不折 雕刻一下就放弃 即使是腐烂的木头 都刻不断 写、通写、放弃 揭而不捨 金石可流 不停地雕刻下去 即使是金属、石筷 都能够雕刻成艺术品 引毛爪牙之利 筋骨之强 幼人并没有锋利的爪牙 和强壮的筋骨 上食哀吐 下饮黄泉 用心一也 能够向上吃泥土 向下饮地底的泉水 不需要外求 是因为它用心专一 蟹六贵 而二傲 龐蟹 有六只脚 和两只鉗 非蛇鲜之悦 无可寄托者 用心躁也 不依靠蛇和黄鲜的洞穴 就没有地方可以寄居 是因为它生思浮躁 不专心的缘故 大家可能会说 要专注很难 难? 你们有没有留意过周围的人 为什么人们上网 打机 看剧集 又可以这么专注呢? 其实难难是事在人为 孙子认为 求学不单是为了求知识 不可以只得知字 而是要知行合一 君子知学也 是将所学的听入耳中 记在心中 布扶四体 迎扶动症 负负到全身 表现在一举一动上面 喘而言 鱼而动 一可以为法则 稍微说一句说话 稍微一个动作 都可以成为其他人的榜样 喘即喘 喘即喘 喘言 微言 能够将所学 付诸行动 成为其他人的模范 这就是孙子所说的理想人格 而理想人格最高的就是圣人 先秦的瑜伽学说一般分为内性 外王两个部分 内性是指个人的修身 外王是指治理国家 孙子对君主的要求是非常之高的 他认为只有圣人才可以做君主 而君主一定要能群 那什么叫群呢 就是令人民不争不争和平共处 但是究竟怎么才能够达到这个境地呢 省工股种农夫 减少手工业和商人增加农民的人数 禁道贼 除奸邪 禁止强盗小偷 铲除奸诈邪恶之徒 是所以生养之也 这些就是养育人民的办法 天子三公 诸侯一相 天子配置三公辅助 诸侯配置一个上位 大夫善官 是保职 大夫独长一个官职 是紧守自己的光位职责 莫不法度而公 是所以扮自之也 各人按照法令制度秉公办事 这些就是治理人的方法 扮 通扮 治理的意思 论得而定次 良能而受官 審察得行来确定等级 衡量才能来授予官职 街市人在其事 而觉得其所疑 令每人都有承担的工作 而各人都能得到 和他才能相称的职务 上言使之为三公 次言使之为诸侯 下言使之为是大夫 上等的言才担任三公 次一等的言才做诸侯 下等的言才当大夫 是所以显切之也 这些就是任用人和安排职位的办法 修官便衣裳 抚忽文章 修饰母子衣裳 在礼服上加上半黑半白 半青半黑的花纹 雕夺黑漏 街友等叉 在各种器具上雕刻的图案 都有一定的等级差别 是 之所以繁色之也 这样是藉着不同的服飾和用具 来显出人有不同的等级地位 为何要用不同花纹装饰的服装和用具 来分别人的等级呢 据个例子来说 一队士兵去打仗 你就说行东 我就说行西 那就会很乱 也很难执行任务 所以就需要一个军官去作出决定 发号施令 如果军官穿的衣服和士兵是一样的话 那大家又怎么知道他是军官呢 所以军官的服饰和士兵就有分别了 是 所以孙子主张用不同的花纹装饰的服装和用具 去分辨不同等级的人 是有显示高低方便管治的作用的 而在生养人、办治人、衔切人、繁饰人 这四方面 孙子首先提到的是生养人 原因是他重视民生、爱护人民 天之生民,非为君也 上天生育民众,并不是为了君主 天之立君,已为民也 上天设立君主,原来是为了民众 大家都知道,在人性观方面 孙子 和孟子 是对立的 不过,对于人民,两个人的主张就并无两样了 都是贵民、轻君 基于贵民、爱民的思想 孙子就提醒君主一定要注意民生,治理好国家 否则就很容易触法暴乱,照致杀身之和 是以臣,或是其君,下或杀其尚 因此有臣子杀死君主,有下急杀死尚师 欲其成,背其折,以不死其是者 出卖成辞,違反折操,不为君主的事卖命 欲、同欲,出卖、背、通背、違反 无他固然,人主自取之也 没有其他缘故,是君主自作自受的 孙子施成瑜伽学派 是继孔子、孟子之后的大余 他既批判诸子的学说 亦都吸收国家所长,成一家之言 孙子曾经在楚国和齐国担任官职 晚年从事教学和诸术,李斯和韩非都是他的学生 不过,他慢慢都想不到 李斯和韩非后来成为法家的一员 主张尊君权、重刑法 和瑜伽的学说背道而辞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